聪明的股民请坐 关注达芬奇专业解盘 向曾华为散户撑伞 今天呢 全天走势绿盘报收 早盘开盘出气呢 金融板块大幅度急杀 导致指数开局出气是跳水 但同时间的话 场内的热钱呢 是在积极的流露 华为海思 消费电子 还有呢 黑悟空神话 所带动的游戏个股方向 最终小票呢 把综合指数呢 带动回来了 全天的斩幅度正当绿盘报收 那当前这个走势 它一与何为呢 看似又是下跌的一天 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在做一个 技术层面的底部结构 在做一个15分钟级别 技术的底部结构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中午呢 我们也给大家提前预判了 我们认为下午呢 指数会尝试去拉回到 这个2860位置附近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去做 15分钟级别的底 因为市场需要 拉回到2860附近 才能够做这个底 今天的话 上证指数15分钟 水下MACD反复开口之后 终于金叉 中午的时候金叉粘合 所以我们认为呢 下午会拉起来 因为这个金叉粘合之后的话 打出一定程度的反弹空间 那么在之后呢 才有回踩破 才存在指数性低 指标回踩不破 从而入住15分钟级别的底部结构 好那这个底部结构 现在深圳这边做到什么程度了呢 我们说市场有效的技术形态啊 需要两世公正 单边市场的技术结构啊 太脆弱了 好那我们看深圳这边呢 今天早上是直接 直接水下金叉 直接成立了 并且呢 因为早上的是小票为主的行情 所以深圳表现的明显的好于 这一个公正啊 所以反弹的比较明朗 所以大家明白了没有啊 很多聪明的国民可能在下午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有没有注意到下午的时候啊 指数在各走各的 你当时不理解 对吧 现在一看过我们内容的 你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今天下午的时候 开盘之后啊 中午 上阵指数在往上走 而创业版 深圳都在往下走 今天在看盘的 当时是不是感觉很奇怪 现在明白了没有 因为上阵指数的底部结构啊 缺乏向上的反弹空间 所以他下午得向上拱起来 而深圳的话 深圳创业版的 上午就已经有反弹空间了 已经具备做底部结构的条件了 所以他们呢 自私来的就往下 慢慢就小碎步往下移了 但呢 做盘的节奏呢 比较慢 所以呢 今天尾盘两点半都没有出现跳水啊 那A股什么时候最喜欢跳水啊 喜欢什么时间点跳水 两点钟 两点半早盘 开盘出期 所以的话 明天早上呢 让我们看一下指数能不能直接开始跳啊 明天这两个时间节点 大家注意 两点钟和两点半 还有呢 开盘出期 我们明天就礼拜四了啊 希望他搞快点 搞快点 搞得慢的 明天尾盘 搞得快的话 明天早盘 有机会看到跳水 那这个跳水呢 是把 把场内在底部呢 在平凡操作的交易者呢 给他杀一杀 把深度套牢的投资者呢 给他击穿最后的防线 给他情绪上面给他打崩 虽然说昨天平均股价创新低了 昨天虽然说平均股价创新低 但成交量呢 过于稳健 所以我们认为 昨天恐慌程度不够 恐慌程度不够 所以呢 在这一个位置 短期这一个位置 呃 引线 做长做大下 已经就大幅度的往下栽 盘内就直接拽回来 呃 盘中打的极度的恐慌 回头一看日 K线波动 实质性的尸体 K线可能还是比较小的 但下引线特别长 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呃 因为市场在这个地方呢 要激活一下 市场前面已经震荡 打挣15块钱到15块7 这个位置震荡了两个月了 震荡了快两个月了 所以基本上呢 投资者都已经不动了啊 在市场氛围非常的成绩啊 只有一些小散户呢 在频繁的买金卖出买金卖出 但整个市场是非常的冷淡的啊 所以的话市场它需要一定的激活 那激活的话 要么向上把大家乐情拉起来 那很明显往上给大家拉起来的话 成本比较高嘛 它可以干嘛呢 往下踹大家一脚 然后踹下去之后 会有大量的聪明资金和大资金 因为市场它当前位置 是具备吸引力的 所以呢 只要往下踹啊 就会有资金来买单 踹的过程之中 把一些散户筹码踹出来 把一些 把频繁交易的投资者 给它踹一踹 打出一股卖的成交量 那同时就会有减便宜的聪明资金 会自然而来的 就会分用而来 减实带血筹码 那这个时候市场是不是 一卖抢之间 就形成了活跃的交头 就激活了 那春节那一时刻呢 也是这样子的 当然春节当时比较过分啊 是通过报特定的中产品 从而达到了抢筹的目标 所以呢 在半年前 A股平均股价 在15块钱下方的时候 出现了抢筹动作 那么现在半年之后 A股的平均股价 再度到达15块钱下方的时候 会不会再度引发抢筹动作 半年难道市场就不一样了吗 市场的价值就发生了 扭转不一样了吗 就如何如何了吗 就像很多亏的 比较严重的人嘴里 如何如何了吗 不是的 我们分低吸纳的品种 我们昨天给大家展示过 最差的都在正道上行 很多个 还有个股大幅度创新高 最差的个股都在正道上行 所以现在市场是很分化的 小票越走越差 未来港股就会出现 大量的新股 还有大量的退市个股 但同时在春节的底到现在的话 是不是有些品种在持续的在创新高 在越走越高和核心资产 前面有吸引力的核心资产 现在是不是在越走越高 当然高位的也有摊下来的 所以大家要好好挑 这个位置大家恐慌盘砸出来之后 你是往里面冲 还是你会被砸出来 这个就根据大家自己的理解来 我们不做任何的交易建议 但就目前来看盘面 基本上本周就会把答案交出来 本周答案就交出来了 下周就也结果了 我们是在5月初的时候 提醒大家系统性风险 当平均股价 平均股价达到16块钱上方的时候 全市场一致情看空了 我们提醒大家 这个位置 我们已经帮大家躲掉70%的下跌了 接下来我们预期往下 不会超过30% 那市场它的跌幅呢 是超过30%多一些的 但在当时我们看呢 市场终于很多品种已经很吸引了 我们它市场 对啊市场可能再跌指数 有些好票 有些好的 好的资产股 它可能就已经买不到了 就被市场给资金给抢夺上去了 所以我们在市场指数 预期跌了70%之后 我们就已经开始 分低吸纳优质资产了 就目前来看呢 吸纳的指数基金 就目前肯定也在跟着指数下 但吸纳的个股呢 表现都还是很可以的 我们也看到比较有意思了 我们看今天那个 金银群里有人在发的 把评论一个 大家少 大家接收信息的话 一定要有所筛选 别人做短视频在骂 天天拉银行 天天拉ETF 到底想干嘛 别人在抨击市场这个行为 但我们在 因为市场这个行为获利 市场它会这么发展 符合我们的预期 所以呢 之后接下来 大家在2024年的A股如何布局 你还是重仓满仓小票 小盘股 想要去吹泡沫 想要去击鼓传花 还是 还是资金 特别是资金量比较大的 稳健收益 低吸 稳健的优质资产 那就看大家的一个价值了 好 以上内容 点赞 分享视频的朋友 身体健康 长生不老 然后你像今天早上呢 我们提醒的板块 消费电子半导体方向 今天呢也是全天正道上行 当然这个方向呢 我们也提醒了 我们对它的大的持续性 没有特别乐观的预期 因为这个板块 我们上个礼拜就捕捉出来了 消费电子 对吧 AI眼镜 华为海思 所以呢 长到现在的话 有点老 有点老 但你看我们今天早上捕捉的 是不是又贯穿全天 又跑赢所有板块 我们找的又是最好的 对吧 那么想参与上午盘中直播的话 可以在抖音搜索技术海达芬奇 然后在主页有粉丝群 然后你进粉丝群里面 可以看上午的直播 未经历 emot 过凶 出的 天啊 给其下 中文开 这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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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